那这个短片我们继续聊中国离世的前任总理李克强先生到现在也就刚过去一天还不到的时间 那其实李克强先生是今年才算下来的 那去年开的大会嘛 那上面一个短片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指挥部大概率是有一些人跟美日有合作的 那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大环境大背景下面有一些密切的合作不奇怪 但是如果不愿意中断 所以其实我们很不愿意去猜测李克强先生可能是有较大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那么跟谁有问题 我卖个小关子放到最后再来说 那么这里我想说我们这个方向就往他不是正常病史的方向走了 因为我们说这结论的分析就是加强内耗这一点猜测这一点 我们前面短片都说过了 对吧 那就围绕这个事件本身 我们还是想再多做多一些解读吧 那刚才说到这半年多的时间怎么突然间得心脏病就走了呢 而且这一次情况非常的奇怪 走的时间不到八个小时 然后就公布出来的 像他这样级别的一般来说会超过八个小时 就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这种密不发生 传言秦始皇他死了一两个月 对吧 包括玄乎其旋的小说 我们要强调是小说就是诸葛亮 那就是满了好长时间 但是正常情况下面标准来讲 还是会稍微推迟一点点 那么在我们目前中国政治并不是那么透明 大家老百姓甚至能够很大程度上去理解的这样背景下面 其实他到中午再发乃至于到当天的晚上再发或者下午再发 其实没有人会说什么 毕竟刚刚冷死对吧 那么这也是退休的状态 家里能先处理一下很多方面弄一下对不对 到下午晚上的时候大家都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抢在早上8点10分8点13分的时候发这个才8个小时 可以说是尸骨未寒就把消息发出来了 是不是说很多工作提前在昨天相当于是上半夜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 就大量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在做了 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 李先生就突然间身体恶化到这么严重吗 心脏病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没有病死的情况就历史的这个病死 没有以前没有得过 那么基本上不会突然间爆发 没有不存在 特别是他们这种医保医疗环境的话 它是不存在这样的死亡原因的 那如果说有病死 那么应该说整个环节 比如说有是不是说安保 随时要准备好直升机这之类的 对吧 或者说离医院不能太远 或者说身边具有这方面非常专业的人士 不管怎么讲 不太容易说抢救了一天的时间 按照他的说法救不过来 如果是严重到那种程度的心脏病 可能他之前最后这几年出来 身体状态就不是很好 甚至就辞职 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前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我看到他还说去敦煌 还出席了一些非常公开的活动 比较公开吧 所以我们说他的情况 其实我们说框架上来说 希望他是正常 最多就是茅台的问题 不涉及到屌毛的问题 但是如果他是非正常死亡的 那么我想最大最大的概率 就是屌毛的问题 大家想一下 现在他已经下来了 对习先生有危险 在论上的时候他都没有作为 我待会放最后一个部分说 其实这个话 当然我们要实事求是要客观的说 我个人觉得这我个人觉得他没什么作为 那么他在论上没有太多的作为 这是我先给的这个假设 比较大的 我想很多人应该是论可 都是小修小补 对吧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 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对吧 你没有政治影响力 你还下台了 你位置都没有了 有必要搞这么大的干戈吗 你这不是落政敌口实吗 落美国人 英国人日本人的口实吗 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 没有任何因素 而如果说是其他的力量 对吧 除了Mr.习 就是真正执政团队之外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晋升 包括美国人日本人也不太可能 也不会冒这个风险 你这样子做不是冒的何这样的风险吗 甚至我们说的夸张一点 对吧 所以这里我们一层一层剥离出去 较最大的可能 就是他是不是跟美国人 或者跟日本人站在一起 就他可能是指挥部里面 我说的成体系里面 其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前面短片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中美合作 中日合作的这样大背景下面 其实大家共同创造财富是很多 对吧 这是背景 那很多合作 比如说有一个中日教材互审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我在网上看 就是说中国的教材 日本可以审核 而日本好像也是中国可以审 那中国对日本 大家可以想可能就不太多 但日本对中国可能是非常多 那么有一些问题 持续的时间可能太长了 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说有人 是有传承的 就之前是谁做 接下来又是谁做 就是有一个一直在跟美国 跟日本成体系的 就是这么 有的人就走得最深 而这些走得最深的人 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不能自拔了 那么 那这里就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想各个派系的人 心里应该都清楚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动手呢 这里我要说一个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 金英诚可能他的规矩 就是超出商界不在五行 我们前面一个短片也说过问题 其实卖国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中低阶层 在非常非常高阶层的时候 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比如我之前看到这个蒋介石先生 说是跟美国人跟日本人 其实有一部分是合有合作的 对吧 那在我们party这边的话 他叫这个蒋介石在出卖国家利益 对吧 出卖国家利益 那蒋介石这边他其实在说就是party这边当年抗日的时候 实际上他是自己的主力不舍得用 对吧 国共合作是合作了一起抗日 但实际上抗日的主要工作是国民党在做 那国民党又有这方面的抱怨 好 那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说 那么在力量非常弱小的时候 合作了 但如果你最后胜利了 其实没有人会说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就是说金银城其实他在这里面游走是不是按我老百姓的这种计算方式 这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起来就是连续剧 一个剧叫庆余年可能很多大陆的网友肯定是看过这个剧 他里面就说的庆帝他的妹妹有略微巨头 因为他不是主轴的这个剧情 就他的妹妹实际上是跟另外一个国家是有长期的这个联系 就是他为了获取在庆国的这里面的这个权势 对吧 他因为他有一块就是挣钱的那个钱袋子 现在也是是他妹妹在掌握 而实际上庆帝似乎对这个事情啊 就比较了解 至少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他是非常了解 但是他没有处理他妹妹 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自己亲妹妹这是一个血缘关系 没有办法处理 第二个实际上身边像他这么大的威胁的事情多了去了 比如他对自己儿子放弦其实也不放心 包括他自己前面那个老婆 对吧 都觉得他可能会挑战他 因为他有一管巴雷特 那女的有一管枪 这句其实写的很混乱 但是有小中小的逻辑是很严谨 所以看起来还是蛮有意思 巴雷特跟大宗斯的这种角度围在一块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庆帝为了维护在某个政治节点上的政治平衡 跟稳定实际上是眼睁睁的放走了他的妹妹 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之前party里面的这个精英层里面 是有很多方面 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 就大家的这个小利益核心核心利益圈子 大家互不干涉 对吧 互不干涉就是说 大家觉得对方做的不是很过 我们来推演一下这个事情 那么习先生是二代 当年上来的时候 李先生是团派 跟这个习先生也是有竞争的 对吧 也是有竞争的 这里有个问题 团派他的利益是什么 李克强先生他是在北大 他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家庭 你看他这个现在出来的很多资料 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 洪派这里面很多人家庭就是很优渥的 从小就没吃过苦 没受过罪 这是其中一方面 小方面 还有大方面 他家里还是有一些熏陶 对吧 对于这个家国的话还是有熏陶 还有一方面 最后整个体系选择了习先生 可能对于他对国家还是比较放心的 就是习先生 他可能潜在的 在整个圈子里面 大家对他猜忌 最腐败的一点 可能是说家天下 对吧 家天下对这国家不利 对不对 这点隐忧肯定是有 那好 那团派这边的话 他潜在的 大家公认他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地方 可能会在哪里 但是没有办法坐实 对吧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坐实的 因为没有查清楚 那个时候大家一起发财 谁查 你的资源没有来到一个内卷的程度 各搞各的小金库 小权力库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大了 团派主要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胡锦涛先生 人家也是技术性官僚 就是没有什么背景的 就是这样职业官僚 就这么起来的 那这里面差不多都是这个方向 除了家里刚开始环境差点之外 还有就是在往上走的时候 你是没有红二代那么多政治资源的 但在整个40年大环境下面 每日想要安插内部的利益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红二代还是会选择团派 那么如果说选择团派里面也有很多个分 里面可能派中还有派 对吧 那有的人就是说 那么跟每日正常的合作 可能会来往更频密一些 对吧 也有的人可能就拿了偏向于间谍方向的这种 不一定是钱 对吧 可能是政治利益 某些局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孝敬的钱 什么东西之类的 当然很多时候可能是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拿进来了 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些人可能就把每日抛弃了 那么这种人可能就比较正常一点 但也有的人可能一直就不放手 或者是觉得这种权势 就是每日永远是 或者他其实就打心里不是很看好这个国家 或者是被别人拿捏住了 卡住脖子了 没有办法动了 因为你射的太深 闭着眼睛就往前走 这里还有 习先生他的背景比较复杂 除了说红二代之外 他还在梁家河干了七年的时间 说是 然后县里面一直干 然后到厦门一直干 这整个调动的过程中 他家里出了不少力 这基本上是共资的 能所共资 每日也插不进去 但是团派 我们看李先生他的背景 北大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聚焦到李先生 他本能的履历上来 他家庭肯定跟习先生是没法比 当然也不能说是就是吃贫 不像我们那种18间小城市长大的孩子的 那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样 在北大里面是不是很稳 然后一出来 这就是官员了 就一路就是仕途 那么当在这个成长里面 对吧 北大呢不是说万金油 不是能保证你去任国务总理 那一年几千个 那不是一年几千个总理 那不现实 必须要有强大的这个政治护航 那么 不是说仅靠 依靠每日啊 那么在一些节点上面 有没有一些交易 对吧 这些交易保持了多长时间 这个时候 我想猜测来到这个时候 可能会贴切一点 好 那李先生有一段履历 我看是在河南干过 对吧 那河南干活的情况是 好像当年有一个艾滋病的问题 艾滋病的问题 就是卖血卖到最后啊 这不干净的这个针头 来回的就这么搞 最后有很多这个艾滋村出现 这种政治上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污点 对吧 当90年代那种中国社会环境 你作为一个省长来讲的话 很多事情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就只能把它遮住 你不遮住的话 基本上 这个事情说起来也不是你的责任吧 你调愣过来 可能是已经在发生了 对不对 那你除非是超级铁腕的去做 但这有这种政治手腕跟能力的人 不是很多 或者说那天晚上睡懵了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 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在关键时间点有谁帮忙补救 那没有不会被政敌脱下来 这点很重要 对吧 那这些关键节点 节点是谁干的 这点很重要 对吧 那这个我们不展开 没有证据 但我说另外一点 比较有证据 我个人觉得李先生他的政治生涯应该讲对国家贡献不是很大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他可能会有一点温家宝同志先生的影子 就是这种国务总理 就是爱名如子的这种形象 对吧 这很好 超很好学 因为历届总理很多都是偏向这个方向 除了朱镕基带有这种特征之外 他还带有一种铁腕的特征 但李克强先生铁腕的特征不多 我们说李先生权力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 这个习先生一直是力压他一筹 但是我一直不能理解的是 中国可以管的行业千千万 为什么没有哪个具体的行业能够留下李先生的影子呢 这里说到另外一个层面 我个人觉得李先生就是一个没有守望的人 就是一个坐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没有什么 太多能力的 主要可能还是有人推 或者是就是派系就是站队的这个方向 你至少你在某个领域 如果你大的事情做不了 中等的小的事情可以找一个方向 比如教育行业 对吧 或者说科技行业 或者说跟军队轻一点 或者跟什么样 但你又不愿意下来 但是跟具体行业说不上来 对吧 大家感受一下哪个行业是他很厉害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他刚开始做总理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克强经济学 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经济对经济就特别关注 包括整个金融方向领域 关注都特别高 这个词出现了一年多的时间 后来我看外媒的报道说 相当于是小道消息 也是偏小道点 就是说李先生不太喜欢 这个克强经济学 不让国内的媒体这么出现 但我想这里有一个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个吹出来的词 当然西方媒体喜欢这么吹 我想这是有原因的 就是其实他们的经济 就跟政治是板在一起的 只是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天真的以为 经济是经济 政治是政治 其实就是一个词 比如有人说拜登经济学 川普经济学 这西方媒体喜欢这么说 但其实我想当时吹克强经济学的 好像西方媒体一开始就是他们多一些 最后吹不下去了 他们就说李先生就打压 那这里有个问题 当时他引用了一些 比如说发电量 火车运的数据 他说我其他的数据我不看 我就喜欢看这个 还有比如说1000块钱人民币 有6亿人就拿这个工资水平 这些数据是表演型的数据 你拿一些核心的大家老百姓 官方稍微刻意隐藏一点的这个数据 拿出来说你就很有本事 这不是什么本事 就好像说假如我是主席的话 我跟大家说核密码是什么 我就很有本事 那不是本事 你是泄露秘密好不好 那跟你有没有本事 他不带关系的 对不对 那么16亿人这可能是为了保证国家的 这个稳定 屏幕差距他不愿意公布 只是一个秘密的问题 他说出来了 这证明他很有什么本事吗 你要能解决6亿人的这个工资收入 你从1000块钱增加了一块钱 有6亿人增加这么多 那你是确定是你干的 你能增加这么一块钱 你有本事 这是真的本事 你说这个有啥用 你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从经济这方面特别吊诡 就是作秀的角度偏读 真正说拿了出手的什么方面 除了那个吹了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 包括到末期 第二任的时候 就是那前后脚的时候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问题 全球经济 全球科技 全球的财富总产出 就是那两年来到顶峰的 你是没这个本事判断出来呢 还是说 别人在后面跟你说 这个样子把中国金融可以往上提一提 风险再抬一抬 金融创新最后当时出来的是什么 不到一年 不到他开始吹了一年两年 我们看到无数的公司就不行了 就是19年20年的时候 对吧 他说创业就是1718年的时候 那么很多的小贷公司 基本上也就是那个时候雨后春损 对吧 那这就是金融创新吗 我们不能把这个出的问题都归咎到他身上 但是他起码没发现这个问题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他说了没说 说了好多遍 他老说 这个事情是差不多的 对不对 所以从经济来讲 他没有什么贡献 不是你喊一句六亿人一千块就牛 这里我们就大致说了一下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他不咋地 至于他前面的这些很多细节的职业生涯 我觉得我就不追了 那么我们最关键看了一个人的高光时刻 跟最后这很多潜在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继续分析 这个时候来说他的潜在问题 刚才这么一说的话 那么他为什么说能够起来 当然是团派 这个有很多力量在保他们 对吧 然后我想没有上来 可能当时整个体系里面还是觉得 习先生应该还是靠谱一些 什么叫靠谱一些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选习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家天下 中国不是所有精英都是傻逼 对吧 就算有人拿了很多钱 他也知道到关键时刻 你到这个大是大非 跟自己利益又不带大尬的时候 你会选择正确的 但是选择团派 你们上来依靠的是谁 是不是每日的支持 稍微会比习家这边多那么一点点 咱们说彼此都比较懵的情况 对自己小金库小权利库不清楚情况下 是不是有这点猜测呢 那是不是说这种情况 所以习先生当时就更容易就上来了呢 对吧 好 那这里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 是美国的可能性大一些 还是日本的可能性大一些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到一个问题 其实在这个阶段 习先生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没有任何的动力 说以个人的意志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他的风险 如果我们就仅从 就是有问题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么就是 把美国或者日本 因为其他国家不太现实 就这两个国家可能性比较大 那就是过去这一年多 实际上美国就是点栏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把人不断的抛出来 这个我们前面有说到 包括说去年的时候 说到这个火箭军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相当于是说很高的这个烈度 我们从这个脉络上来看 对不对 一年的时间大概慢慢的 就是往这上面查 大概能够查到一个什么位置 对吧 从时间上面说来说 也是对的上号的 就是我们再回顾一遍 从二炮的核心资料泄密 然后到这些火箭军的人陆续 从今年应该是三四月份 四五月份都开始被处理 对吧 从负的一直到正的 然后我们说应该是挖到了秦干先生 然后在最后的话 从二炮蔓延到李三福先生 蔓延到这里 这是八月份的时间 那么这个事情要一步一步的做事 这个官员是一个一个的变大 对吧 那么变到了两个正国级的时候 也就是复国级 也就是前面这几个月 两三个月的时间 三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再下来再查 那么指挥部会有谁呢 那么可能大概就是到这个级别了 那么如果很多人说 那他们两个是习先生提拔上来 那我只能说我们前面有个分析 就整个背景是那样的 只不过说有多少的问题 那即使是红二代的家族 在中美合作的时候 你也得低头 你也得合作 对不对 但是应该说相比其他的派系 他可能不至于拿他们的政治资源 我们只能这么去理解 对吧 只是说走的是最弱最弱的 最多可能拿美国日本 拿一点点好处 拿点家里其他的成员拿点钱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拿点合作的这个股份 美国人日本偶尔办个忙什么的 大家相互办个忙 但不是说那种 偏向于政治合作之类的这种方向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个问题 假设我们刚才所有的猜测都是对的 做死了很多东西 就查到这来了 能不能说不处理 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庆帝可没有处理他亲妹 对吧 那现在的话 其实很需要保持党内的统一 保持我们国内的团结 对吧 包括党外人是partie人是想努力团结 你党内的话能不处理到这种 别人说行不上大夫 起码 正国级要保住 你别说副国级 那不保了就不保了 那正国级呢 对吧 我们说前面周永康那件事情 那是一个方向 对吧 那么这一次这个正国级又是为了个啥呢 现在全球局势它可不稳定 那我想这里有一个 还有一个对面的政治考量 这就是中美分家的问题 就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 跟李先生可能啊 我们猜测的潜在合作的话 那么都是不利于中美分家的 就比如我一直说发钱这个问题 还有比如我一直在说 我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苹果公司在我们的国内 好像包括特斯拉 对吧 包括美股一点受伤都没有 实际上 拉爆美国通胀 去年前年我们要做起来太容易了 你在禁运很多商品就可以 对吧 就可以说在贸易科技很多问题上打牌 基本上我们是当鞭挨揍 而就别人打你一百棍子 你还他一棍子 或者还一句嘴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说一个词叫战略折线 把未来的钱 未来的战略利益 战略能量 折到今天来用 但是不是这样做 我们叫战略打折 打一折 对吧 打0.5折 就是还个嘴 就这么多了 大哥一直做不起来 大哥一直做不起来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包括说像教材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 这个问题 它不是说简单的腐败这个问题吧 不是说谁拿了多的问题吧 对不对 那没有人负行责任 不表示没有人在查 对吧 很多方面肯定是有人在追查的 就包括说 苏联当时垮台的 我就我看了 苏联里面也有很多真正爱国的 恰恰是像克格勃这个方向文官体系里面 克格勃这条脉络里面就很多 这里我就想说了 实际上 所以我想说了 实际上肯定是有很多爱国的有识之士 对吧 我想习先生可能有一些经济 有些地方可能判断的不是很正确 很到位 但是可能呢 在立场这个问题上 国家这方面 它应该说会比其他的派系可能不差的 应该是最强最坚定的 对吧 最坚定的 我想这点可能是毋庸置疑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你要想做大哥 才是比较千秋万代 才是真正对于国家民族最长久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愿意下狠心 那么你就到事到临头 你不能连根拔起 如果坐实了很多东西 因为如果一个副国级的 出来执政前政国级的 这没有越级 这是刚刚好 足够执政它 对吧 你上法院你也得 你像西方他不是讲这个 你一个比如说生活很烂的 吸毒酗酒 对吧 没有工作的 去指挣一个年收入几百万美元的人 你是指控不了的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人年收入一百万 指挣一个年收入五百万美元的人 可以指控 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吧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正厅级的 你去说 我就没用 但是这个事情 前两三天 这个事情公布出来了 说明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地方可能已经在布局了 是不是说已经开始准备了 那这些都是猜测 猜测啊 强调一遍 我要多强调几遍 然后最后我想再做一个猜测 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想可能日本的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美国人的做事方式还是 他没有那么细致 不会去那么做细致的勾连 而且美国在全球的这种布局啊 他没有办法具体具体去落实一个事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 其实他应该是很长久的这个布局 比如李先生从学生时代 我觉得他制度特别顺 特别顺 特别顺 不是说没有这样的人 有的话肯定是背后力量 但问题是他不是红二代的这种力量 对不对 这几十年时间怎么这么顺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 实际上在2000年以前 中国入市以前 中国就是一个跟印度一模一样的国家 没有二字的差别 没有完全就是一样的 中国入市之前收入水平 我记得那时候我读初中 是800美元还是900美元 我那个历史老师当时给我催了政治老师 我初中也有政治老师 思想品的政治嘛 对吧 给我们催了三四节政治课 对吧 一个星期都在催 我们经济当时是说超过意大利 那你说我们比印度强多少 没强多少 强一星半点 没多少 前面还有现在日本就不说了 德国的 法国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经济强国 所以我觉得的话 美国真正要开始布局 你还得拉线人 还得让整个派系你都拉拢进来 那要多长时间布局 你看现在如果说我们说出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说蛮严重 美国可能是说无差别的 比如说对于火箭军的这些 对于什么 他没有说把一个人培养成指挥部 日本人有这种心态 日本人做我们的邻居 他有吃定你的精神 对吧 他进一动一进中国的时候可能就想好了 他现在没有军事的方向 他只有谍报情报方面的软性的 包括钱的这种腐蚀的这种 这种寄生的这种想法是比较大的 那么美国的这种思路应该就是说 我都要我都吃 但是你说做的那么深 那这个世界这么大 不是说不想布局 那精力也得够用了 对不对 但是日本不一样 我专门吃中国 对不对 我韩国不一样 我专门吃韩国他吃不下来 他的体量太小了 对不对 但90年代80年代正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 正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 你要做政治投资 难道你去美国把犹太人拽下来 你日本要不去美国试一下 对吧 皮的巴的你三成 试一下 试试就试试 皮的巴的你三成 我告诉你 那么八九十年代中国可穷了 对吧 来中国太他妈香了 对吧 那就吃肉不吐骨头啊 是不是这样 这个猜测合不合理 但是我还要强调一遍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猜测 没想到我也做这个听床师 这个政治听床师 我不愿意这样做 但是我要跟随时代 对不对 对吧 爱国精神我当然也是有 对吧 我不说这么漏麻的话 我起码我比卖国的屌毛胆 爱国吧 对不对 对吧 我一 不喝茅台 喝不起茅台 二 卖不了国 没能力卖国 对不对 不是屌毛胆 也不是茅台胆 对不对 在油管这里说话 也是很标准的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 是这么一个时代 这个谁都有可能解体 对吧 这个我也说了 我在中文世界 我说了 我印度解体是好的 包括以色列 以色列可能都面临 它的国土要吐出来 那也是解体的一个方向 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也可能面临 那说到这里 这个非常之时代 就有非常之变动 也许传统啊 大家相互在猜 没有揭开的这个很多关键的秘密 现在迫不得已啊 因为国家的利益 因为诸多的变化 是要揭开了 对吧 那么这个结果呢 不承受也得承受 那这种巨大的变动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知道一个初步的结果 就到底是跟美国的可能性大 还是跟日本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未来这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 那么这个把整个连根拔起 肯定不会只拔头部的 那背后很多利益 企业在内的很众多利益 就会被连根拔起 那我们看未来半年 是哪一边遭受的重创多一些 它不是那么均衡的 就这边很明显就是发力 发了大力的 对吧 一下子快速的就整个市场就不 比如整个企业 或者是整个人员就出现巨大的变化 甚至有些人就闻风而逃 最近这几天就非常的紧张 这种种变动就有可能是印证 是美国还是日本方向 对吧 那说到这里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 这仅是一种猜测 猜测 那这个时候就有说 那整体猜错了 万一就是我们新闻联播这么说 那就是正常的就是病亡 那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我就得找个机会 给李先生离他最近的地方 找个好的时间 给他上鞠躬 那就是对不住了 说错了 对吧 就咱们不能怪错好人 这个我也来说一下 因为就我们前面说的 三到五年 他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 你没有大问题 是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就到时候再找机会给他道歉 对吧 那如果是有问题的 就我刚才说的 三到半 三到六个月之内 就会美国 日本这边会有一个 系列的一个方向的震荡 对吧 那么中国做大哥 这个步子就往前 迈进了更大的一步 好了 那这个是这个听闯的方向 我是能力有限 新手 这个就这么聊一下 就这么聊一下 当然